这边要提醒我们 第一 神永远看顾着我们 妈妈 不要担心 真的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生死因为我 我不是没有钱 我怕我照顾不来 都不是你照顾 是神照顾 你只是一个管家 你只要信靠神 第二 神用看不见的管道来祝福我们 你的孩子都是神 要赐福你的一个管道 来让我们学习 更牺牲的爱 更忍耐的 什么叫做爱是很久忍耐 完全能够体会到 那种你能够体会到 神的爱 你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伟大的爱 第三 当我们在祝福人的时候 像拿尔米像路德 不要只是 你要活出来 尤其在这个世代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做见证 我们要去像 你送孩子去小学 中学 等放学什么都好 你会见到很多 其他的父母亲 尤其是妈妈 栽孩子来 聊天的时候 你不单只是用口来说 我信耶稣什么 你一定要活出来 肯定你愿意 神应给机会 你要在行动上去见证 在你的家庭 你的亲情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甚至到 传福音的这个群体 而我们也在 这一个的路德记的当中 去学习到 波阿斯 其实就是一个的救助 我们生命中 姐妹如果你的先生 坐你旁边 你看我的波阿斯 你们彼此好神 借着他来救赎 不是他真的能救你 在你们的婚姻跟 交养孩童的当中 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是你一个人的责任